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着318国道继续往西 终于到了我期待已久的四川了 在四川 这里我的朋友很多 他们的生活 怎的 巴斯得很 等等 这里是我以前来过的新龙湖吗 不可能吧 当时这里就是一片洼地啊 现在怎么会变得这么漂亮了呀 看出这里的特别了吗 半个树屋沉浸在水下 旁边摇摆的是水草 没看 还有鱼 喝着咖啡 看着树 还能够欣赏水下森林的风景 这感觉 太奇妙了 哎呀 差点忘了 他来了 原位 今天调取出水复具情况 进入水汁它应该是保持一个比较稳的一个状态 它这个要拉大了才能看它波动 罗大哥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已经超过八年 他当时可是专门参与了新龙湖前期的建设和保护 这个再生水场呢 是负责整个新龙湖区域以及周边的所有生活污水的一个末端处理 2013年新龙湖开工建设 第二年就完成了蓄水 到了2020年 新龙湖开始了水生态综合提升工程 大家都说新龙湖的水质很好 那么现在我就带领大家一起来测量一下 我们新龙湖的水质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在测定的是水温PH和溶解氧 水温24.2度溶解氧9.36 濁度又叫浑濁度 能直观体现水质人间度的一个情况 濁度3.12核质的水一样 接下来我们开展一下新龙湖透明度的监测 透明度第二次3.98米 现在我们要采集回去 在实验室分析 我们所有的指标 都是满足我们地标水的一个二类水的一个要求 我们在进行一个关于造声的普法宣传 大家遇到比如说造声无人啊 打气无人 我们可以写同我们这些法律发挥 保障职业的权利 法律就明确规定了 该怎么办 用什么措施 技术上怎么弄 帮助社会进行一个监督 我们既是一个参与者 也是一个监督者 各位 我跟罗大哥早就说好了 下班后要带着我逛个新龙湖的 在休闲时光 他可比谁都还啊 花家家 你来了 我正在跟我的同事们做生态普法的宣传活动 这个可是我们的生态环境的重要工作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我是我们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 也是土生土长的新龙湖的人 今天就让我来带你感受一下我们美丽的新龙湖吧 跟我走 嗨 这里就是新龙湖畔的儿童艺术中心了 这个是专能问小朋友开辟的儿童艺术乐园 我也经常透过自己的小朋友在这里晚上玩 我现在又变回了一个小朋友了 头晕 小朋友站不稳的 花家家要不要一起来 现在跳起来呀 差了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 哎呀 这里太适合放松了 旁边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建筑 在这里面工作的人又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呀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科学城 我又回来了 以前我可是在这上班的 不过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不是我 而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还有一个好一个好 水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的东西吧 这次就把新东湖水下地形全部重新做了一次 就是说不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表面的一个水环境 还包括水面下的水下地形 水生植物地形全部都重新做了一个提升改造 我当年在这上班的时候就只有这边这桶楼 你看那边中建西兰院也过来了 科技企业研发企业到新东湖这边落户了 这边你看中科院也搬过来入住了 什么光电所 中科院一些研发企业 百分之九十多基本都过来了 现在已经满足了我小时候对科学家的一切印象 航空航天 无能机 AI 对 咱们这种现在应该就真的是当着想科学城这三个字 对 在这里工作的环境太美了 是吧 羡慕吧 羡慕啊 你不该走的吧 整个合影啊 我得拿回去给我投射看一下 笑一个 我要和花融为一体 哎哟 挺嗨啊你 朋友们 下面就跟我去 中建冰湖设计总部看看吧 听说这里是成都首个静灵探建筑 现在所处的这个绿色盒子 像积木一样的建筑 是谁设计的呢 有请我们的总设计师刘毅老师 我们这个建筑实际上有一半是人工的 另外一半呢其实是自然的 这所有的建筑好像全部都用是玻璃的设计师 对对对 这个玻璃很有讲究 这个玻璃是我们为这个楼专门定制的一款节冷玻璃 它是有三片玻璃用的是节冷的膜 这个膜呢能够让阳光透进去 但是呢热量阻挡在外面 是一个非常智能化的玻璃 你看外面太阳很大 但我们这个玻璃是很凉的 有两层空气层 而且它的保温性也非常好 这么好的采光的话 这室内的电灯就可以节约不少了 我们做了很多的开启扇 天然的通风可以扫开空调 在室内可以看到非常明亮 有没有天窗 有侧面的玻璃幕墙 每年的话它的轮耗 大概只有普通建筑的四分之一 如果扫量有灯呢 我们也是通过太阳能的发电来供电能的 我们叫它太阳能铁 我们就充分利用这些自然光线的能源 为我们这个大楼服务 这个是我们天府新区智慧城管 一网同管系统 这个系统集合了天府新区的城市管理当中的 绿化 稻桥 环卫 以及其他的一些城市管理的综合事件 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上进行集中的一个管理和体现 我看到这个屏幕现在显示的 就是我们新农湖的周围的环境了吗 对 我们来看一个新农湖的一个实时点位 我们新农湖生态环境这么好 有这么多树 难道连树你们也要一一进行管理吗 对 我们对每一棵树进行了一个普查 对有病的树给他附了一个电子的病域台帐 通过这个二维码 我们把相关的信息上传到系统 再通过系统的流派 发给我们去进行管理的一个植物医生 同时 我们在 我又要发出惊叹了 因为确实很厉害啊 对了 城都还有一个有名的地下综合管廊 也是在这附近吧 诶 这个地方真喜庆 还挂满了大红灯呢 有点意思 诶 这怎么还有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是我们自主开发的一个机器人 他可以实现对管廊的自主寻常 综合管廊它里面容纳了多种的市政管线 像我们的右手边 它就是十千幅的电缆 左手边下边是一个四百的自来水管 然后上面是我们的通信管廊 像管廊建成以后 我们的道路干净了 我们的这种维修开发变少了 这样也保障了我们这个公园城市的一个理念 让人们有一个更好的 更宜居的生活环境 新龙湖的建成 不光是让城市管理非常方便 而且很多可爱的客人 也都是随时光临哦 诶 你看 新龙湖生态环境是挺好的 空气污染比较少 人就特别的舒服 让人生活学习更惬意更舒服 就是我们实际上说安逸 很好是吗 就空气好是吗 对吧 我吃了少了多安逸了 多开心你了 心情比较好吧 然后平时现在工作节奏压力比较大 来这边的话就相当于换一种心情 感谢楼大哥让我见识了变化大到我都不敢想象的新龙湖 接下来啊我们继续启程 四川有意思的地方可太多了 但我觉得吧 人会更有意思 在四姑娘山附近有一个我最最好玩的姐姐 平时啊我都是在手机上看她 来看一下我们的高原藏猪 很灵活让比我跑得快 叫做叫 我们村对我一开始的评价就是 村里边来了一个夫媳妇 不是上山就是进猪圈进牛圈 拿个手机也不知道拍什么 老子里边一定有问题 你跑谁 跑谁 来叫做那海拔三千的鸡 今天我的直播间多了一个好朋友 阿姨她给大家打招呼了 啥子单视频 不知道 这不来 这不来 我没拍过 网上到底能不能卖货 滑小巷 我来带你看看吧 我一个从小养尊厨佑的城里姑娘 2017年因为爱情嫁到了阿爸之后 每天赶足抓机拍视频发到网上 想把农村的农产品卖出去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我疯了 结果没想到几个月过去了 我确实把农村的苹果卖疯了 接着我一把牦牛豆香肠送了 都卖疯了 我成为当地的主播阿娟 周永全网三百万粉丝 这时候村民终于相信网上都能卖货了 全都围着我想探个究竟 想把自己的产品也能卖出去 于是想学习的人更多了 我干脆就成了一个主播 培训班用五天的课程 让他们从注册营业执照 教会他们拍摄的视频 发到网上卖货 渐渐地不知不觉 我又有了七千多名学员 孵化出了三百多名农村主播 让小金县成为了 人能称道的农村电商店 无数游客 糊米而来 怎么样 厉害吧 阿娟姐姐 你好像一个电商小师傅呀 师傅 我想你了 我第一次接触自媒体 是在2016年 所以当我来到农村的时候 我就想的是 把农村的生活 用过自媒体展示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 看到自媒体给我们带来的 农村电商的希望了 更多人想请我到他们村去卖 但是我没有办法 变成十个阿娟一百个阿娟 与其帮他们卖产品 不如教他们卖产品 阿娟姐姐的行动力很强啊 说干就干 于是这徒弟就漫山遍野了 阿娟姐 谢谢 谢谢 你现在开直播没有 直播还没有 要开哦 我们今天就现场来一餐 来 准备好了 三 二 二 一 好 开播 好 大家好 我叫小星子 不要讲时尚话 你不用讲普通话 我来教你们这个家众的腰带 怎么变 看来 看不见摸不到的网络 真可以让村民找到 生活的无数可能性 谢谢家众们 跟我说的小星星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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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把产品买得好 你必须现在是互联网 原来只买到一万八斤 现在会买一二十斤 应该会买一两百万 新鲜萝卜包包菜 哦 人家人爱 看我的本地讲 哦 味道实在的好 朋友们帮我点点赞 点个小星星 好吗 祝老百姓可以通过互联网 改变自己 改变生活 我开唱歌咯 都给散咯 原来自销的山货 变成了热销 明年你把都总点 你在直播节里面买 一百六十个姐姐 克里牛肉格了 优先安排加急换货 最让阿娟姐姐骄傲的 满足啊 应该还是老乡们的 精气神的变化啦 对 害羞的山里姑娘成了主播 在尽头前盘坎而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格兰 勇敢地展现 情话多说一点 让我就多看一眼 太好玩了 就让这些快乐和歌声 伴随着去下一站吧 让我心甘心 十曲线在三一八国到北边 金沙江畔 我在这里的这位朋友 年龄不小了 但他是个老顽童 他就在这栋很有意思的房子里 人们进去的时候呀 愁眉苦脸 出来的时候和和气气 哎对了 这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石榴子儿 调解工作室 华晓晓 你好啊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是1983年标注石球县法院的 从藏汉反义到法警 再到法官处理 法官一干就是40年 再也没有离开过 2020年我退休了 同年实际法院建立了 罗江义石榴子调解室 我必反平成为移民人民调解员 罗大叔就是这里的基层补法人 虽然现在早就已经可以 网上立案 通过双语威法院 来进行科技手段工作了 但他还是愿意深入基层 更多的直面群众 你看这就是通过双语 这条路就是我们到政大乡毕竟之路 老百姓到法庭来 起码要住30天才到 2017年 通过双语下面 修了一条崭新的公路 供下乡开展工作 更安全了 普发办案更方便了 每年都要下乡 30只均回办案 有称民的地方 还是要接一下马 要得有两个要翻山路去 好的 干了干了 好的 多多牛哥生 要天使得大鸡翅要入去 要入去 要入去 我家在东北京 我摸的 我摸的 我摸的钱 对 大部分公民居住的比较分散 到了不同的地方就下车 我们就起码上去 罗大叔所在的 洛虚镇 高寒缺氧 400多平方公里的辖区 常住人口 却不到1万人 就是靠着 车载法庭 马背法庭 让法律 到达了高山和草原 到达了家家户户 到达了家家户户 我最想关注的是教育方面 还有就是儿童保护法 国家为成年 保护法第17条 就是来保障 你们小娃娃的权益地 主持人家 平时最喜欢给我夸的就是 师父平时最喜欢给我夸的就是 要用罗比奇听到动点的这种方式 让罗比奇干涉到法律 民法典把很多杂乱的合同法 婚姻法 务权法等等 它都汇集在了一起 也大大的便利了我们的工作 请双方当事人签收后 及具有法律小礼 国陈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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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真美啊 在成片的隔三花 和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把法律带到牧民的家门口 我想牧民们的心情 一定和高原上的太阳一样 暖暖的 我带的徒弟有十几个 他们都很勇气 现在他们还给我通电话 诶 二师弟 大师兄 诶 你在哪里 我在魂师军的路上 哦 大师兄军在哪里 师父 被药就抓起头了 还是把他救出来了 你给你 大师兄 给你喝不 我的发心怎么样 发心给他弄太多了 罗大叔虽然年纪大了 但他的接班人 可是一茬接一茬的 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 听懂 这十年 坚持送发下乡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加强巡回审判 让麻痹法庭 采摘法庭 深入集成 沿着318国道 看四川 公路是跌宕起伏 风景是美不胜收 我的心情啊 更是开心舒畅 青山绿水的家园 美好的生活 都在这一片蓝天白云下 相信大家啊 也都感同身受了 我们继续西行 去往雪域高原 西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